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上星期五是香港下个月12月立法会选举候选人报名的最后一天 到了星期五下午截止报名为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候选人名单 当然 听说特区的官员还需要两个星期左右去核实这个名单 看看有没有人是不能够过关 但基本上就像谭耀宗所说 谭耀宗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市民都可以对候选人名单放心 其实意思就是中共可以放心 其实他这样说 如果市民对候选人放心 投票率可能会低 刘兆佳之流也走出来说 泛民的支持者大概都减少投票 所以大家都猜 如果投票率有百分之三十四十 都不错的了 你可以做一些预期的管理 先说清楚 你都不要预计投票率会很高 投票率低是正常的 这是好事来的 我们也看到联署都拘捕了三个人 他们涉嫌在网上宣传说是投白票 你看到这些拘捕和检控 是自然希望产生一种阻吓的作用 就是警告市民不要在选举之前宣传什么 杯葛投票啊 投白票啊 不投票啊 等等的宣传啊 措施啊 这些就是首先已经捉了三个人祭旗 希望形成阻吓的作用 那严格来说呢 大家对这个选举真的没什么兴趣 因为结果就是清楚的 正如当时钟日杰 港英政府的政务师钟日杰都说过 就是中国式的选举呢 就是在选之前都知道结果了 那现在呢 就的的确确呢 不但是选特首选之前知道结果 连选立法会呢 都是清楚了 就是选之前都已经知道结果了 就是正如谭如中说 那大家都放心啦 那你会看到虽然是说有竞争 那中联办操盘呢 就已经非常得心拼手 那大概都知道了 那这个选举委会 能要选出40席 这40席自然呢 中联办呢 是全面的操控 那你就算功能组别好 地区籍选好 你也见得到呢 中联办呢 是全盘控制到的 那基本上 建制中人呢 得到中联办的祝福 是可以预期在 有关的功能组别界别 直选的选区 轻而得胜 那可能有小数啊 全部70席 可能有三几席啊 三五席啊 都由一些中联办呢 未必是全力支持 但是都可以放心的人呢 这些候选人呢 是从事一些竞争 但是这些竞争呢 对于结果呢 都是无相大雅的 那基本形势是很清楚的 既然是中联办操盘 那哪个得 哪个胜出 取得议席 都要呢 都要呢 听中联办话 都要呢 对中联办感恩 不听话 下次就没得选 那其实呢 过去选举 你都见得到 过去几届选举呢 都已经见到 建制中人呢 就是选前 去中联办 要求支持啊 选后呢 立即呢 第二天 就去中联办 拜票啊 那你都见得到了 但是 因为这次 你没有民主派 民主阵营的参与 没有竞争 虽然有些有 号称自称 民主派的人士 但是真正支持 民主运动的人 没有什么人呢 会觉得他们 代表民主运动 是从事支持民主运动的 那既然是全盘操控呢 那中联办成为 香港的权力核心呢 就更加清楚了 事实上呢 是可以凌驾特区政府的 原因是很简单的 因为第一 就是如果特区政府 拿什么法案啊 拿什么撥款要求啊 那拿上立法会 中联办下头 自然就顺利通过 评论都没什么了 中联办不支持 那大概这些议员呢 因为他议席是来自中联办的祝福 都会听中联办话 不是听特首或者特区政府的话 因为他的席位呢 是来自中联办的 那既然呢 中联办能够全面控制立法会呢 那对于公务员来说呢 也都有 差不多有绝对的控制啦 那高层的公务员 要拿什么政策上立法会 要申请什么撥款 自然都要立法会的支持 那中联办呢 既然能够充分控制立法会 那自然呢 也都能够呢 取得对公务员对应的控制啦 那公务员 公务员系统 要通过什么法律 要申请什么撥款 都基本上呢 要问呢 中联办 等中联办话事的 那到这个阶段呢 到这个境界呢 那是很清楚的 香港人也都明白 就是你去选举 你去投票也好 不去投票也好 你去支持哪个也好 放心也好 不放心也好 基本上呢 这个是一个 没有制衡的政治制度 那也都是 谈不上有什么 有竞争性的 有认受性的选举 那你会看到 看看这个名单 你自然呢 就也都明白呢 香港目前的情况 OK 是不是OK啦 好啊 辛苦你了 那没问题啦 没问题啊 在这里听 那我们下 隔两个礼拜再做呢 隔一个礼拜是吗 隔一个礼拜 隔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 星期二 北京时间 星期二之后早 就呢 习近平和这个 美国总统拜登呢 就举行视像峰会 那其实呢 中美都有相当的接触的 过去一年 拜登上台之后 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3月那时候呢 重要的外交官员 就在阿拉斯加开个会的 那就是最近9月呢 习近平和这个拜登呢 都是打电话通过话的 老实说 那你打电话通过话 和现在视像峰会呢 都是看到的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那之前呢 十月初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苏利云呢 和杨洁篪呢 都在日内瓦碰过头 那 为这次的峰会呢 做准备功夫 那 那 峰会前呢 这个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Jack Sullivan呢 苏利云呢 就在CNN的访问 就能够是说出 美国对中国的 基本态度的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 以前呢 美国希望呢 中国的制度 有根本的改变 这个错误的 知道做不了了 就是以前呢 过去二三十年呢 美国和西方国家呢 都是有一个 对中国政策 有一个争议的 就是说 不要去做封 不要去围堵他 不要去做维持 是应该争取 和他接触 透过接触去改变他 那大家也都承认了 经过这二三十年 接触 就是大家很多经济贸易 往来啊 投资啊 也都有很多教育啊 等等的往来 事实上呢 都知道呢 西方国家都明白呢 不能够改变中国的了 他的这个政权的本质 西方国家已经有 基本的认识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 蘇利文呢 就提出说 要和中国共产 那这个也是自然的 因为大家都明白 那你 中美两国都是核子大国 那难道打仗呢 打仗呢 打仗就会真是 导致地球的毁灭 就好像去时 美国和苏联的 对抗都是这样 大家都明白 不能够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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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和平共产 那和平共产呢 最终都是呢 是从事竞赛啦 就是所谓和平竞赛 那大家又没有什么 很明显地说出来 那你说竞赛 那其实就是 习近平也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 东升西港 认为竞赛呢 中国充满信心的 中国会赢的 那美国方面 当然也有他的信心 也有他的细度自信 就是西方国家的民主 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优越的 那希望呢 就是呢 终于呢 都能够压倒中国 大概中国 不会好像去时苏联那样 突然间崩溃 好像1991年那样 但是呢 西方国家当然呢 也都觉得自己的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呢 是优越的 那你会见到呢 拜登基本上 现在的重大的国策呢 就是呢 我们要花多呢 一万二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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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呢 搞好一些基建 搞好一些高科技的投资 比如半导体工业的发展 那样 也都会呢 花多呢 一万七千五百亿 去改善美国的社会福利啊 社会保障啊 这个医疗保险 医疗卫生啊 教育啊 那意思就是呢 啊 面对中国的威胁呢 美国要在长期方面呢 啊 啊 经济 技术呢 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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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明白的 啊 仗不能够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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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呢 你 rank銘 在指定勉 应该做什麽 好像在指定勉拜登上旁enders 應肯定要不 Muslims 再指定 Werbерг 不能够打仗,也要避免擦枪走火,要有一个共识的互联 不打仗,和平共存,大家要竞争 反正这个竞争都是未来二、三十年的事,不是今年、明年、后年的事 大概习近平和拜登都看不到,起码不会当政 习近平的意思也是如此,除了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这些客气说话 也说要加强沟通和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这个也是中国一直说了,终于五、三十年的 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去从事现代化 现代化也希望能够东升西港,中国取得这个优势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是的,避免延峻的冲突 贸易问题那些,当然美国也会提出要求 一路大家都看到的,纯粹贸易问题 中国是愿意有些让步的,就是买多些东西 你看到中美关系虽然很紧张 过去两年呢,其实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呢 就不是跌了很多,跌了少少而已 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转让呢 即是卖高科技的专利等等的费用呢 其实一直都上升了 你也看到大家有互利的一面 美国的工商界呢也是怕痛 希望继续维持有钱赚的 经贸关系,投资关系 拜登当然也有提到这些台湾问题啊 西藏、新疆等等问题 那只是提而已 那大家也相信会有一些修炼 那如果关系好一些的 和满一些的,有改善的 那大家会避免一些 刺激对方的姿态的 那个红战大家都清楚 不会越过红战 始终都是要承认一个中国 不会承认台湾独 那中国大概会呢 减少一些军机飞越 或者进入台湾的防空式壁圈啊 那美国的军舰也都减少 或者避免呢 通过这个台湾海峡啊 诸如此类啊 减少一些高层次的官员到台湾去啊 不会说那些议员再坐军机去台湾啊 那你说他会不会提香港问题啊 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呢 他会 但是呢 就不会采取什么激烈的行动 去打击中国 那见面当然也会提这些问题 也会提这些人权等等问题 很难有所交代 那这个也是现在中美的基本形势啊 那大概的局面呢就稳定下来啊 那就和平共存之余呢 就是啊 基本呢 是着重呢 是长期的竞赛 那这个当然长期竞赛呢 就是啊 主要呢 集中在经济层面啊 集中在这个高科技的层面啊 如果经济如果大家关系好 就会减少呢 刺激对方的手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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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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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呢 也会有呢 啊 那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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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措施會是具體做出來 但是大家都明白需要避免擦槍走火 需要避免延進的公開的大規模的衝突 這個現在就是美國和中國關係的 基本上的相互之間的方針大計 拜登也當然不會像特朗普一樣 隨便敲打中國 因為這些措施可能會贏得美國的保守人士 極右人士的歡迎 但是從拜登的角度就贏不到他們的選票 贏不到他們的支持 因為就算拜登學得特朗普 不時不時敲打中國 但是基本上特朗普仍然能維持到他的基本勇等 這些勇等不會走過來投票給拜登的 好的 請 然後就講習近平和拜登的視像峰會 最後是講講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為期兩個星期的格拉斯哥 第26屆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本來在上星期六是閉幕的 但是談不下去 於是大會決定加開一日 星期日交開一日會 總算最後是有個格拉斯哥 如果有個氣候公約 就有些交代 不要說沒有結果 當然實際成果 實際的成果 大家都知道是比較有限的 只是大家重新說 我們接受攝氏1.5度的目標 即是希望管制機 氣溫的上升 不超過攝氏1.5度 即是比以前答應的 不超過攝氏2度 我們要進取一些 雖然目標是進取的 但是大家沒有什麼承擔 即是你講了 我們這個目標要進取一些 但是承擔是缺乏的 最後的文本 就在燃煤發電那裡有爭執 印度力爭本來說是逐步淘汰的 但是印度反對 就改為逐步減少 中國就力撐印度的立場 用英文說 本來就說face out 現在就改了做face down 這樣就這個爭議 就令到印度被擺上桌 稍微再談一談 因為你成了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接近二百個國家開會 最後的文本談不成 很多時候都會有些大國決定 在這個環境下 美國和歐盟和中印兩國 就在最後那天 就盡量是希望達成協議 最後都是談談 有個文本出來 剛才說的就是印度堅持說 用燃煤發電 只能用逐步減少的字眼 其他國家當然就不滿意 就說 喂 談判不透明 你們四個國家 一起聊天 就把文本握給我們 把公約握給我們 而且就說不准再討論 我們都明白 在這個場合 這種做法都是經常採用的 不是特別說這個會 通常都是幾個大國 或者是找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代表 大家談判就拍板 因為如果你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每個國家發言兩分鐘 他的代表發言兩分鐘 都很久很久了 如果再有爭議 都不知道怎麼收科 很多時候就是 找幾個大國 再找幾個小國代表 談判就拍板 所以自然就引起一些不滿 小國當然是不滿意 又不透明 不准再討論 其實剛才說 比如說世界貿易組織開會都是這樣的 經常就是美國、日本、歐盟 有時候找加拿大代表發達的國家 和一些大的發展中國家 通常都是金磚四國 中國、印度、南非、中印、南非、俄羅斯 有時候就是巴西 有時候是墨西哥 就談判就拍板 現在勉強說 我們大家鞏固了2030年的減排目標 就是燃煤發電道逐步減少 也取消這些對低效化石燃料的補貼 主要都是紫煤 或者一些小門礦 一些小的燃煤發電廠 就不能夠再補貼它 印度當然是很不滿意 因為事後開會 會後很多人都說 印度堅持要燒煤 印度就盡量辯護 其實坦白說 我也覺得不能夠掛印度 其實基本原因 就是大家都不肯承擔 大家都不肯捱義氣 在開會之前 本來就說大家應該交功課 就是大家作出承諾 2030年之前大家再進一步作出承擔 但是交功課的時候 只有一半國家交功課 其他一半就沒有交功課 有交功課的國家 很多的承擔都跟以前差不多 就是稍稍有些修改 所以就是難以又突破 對於發達的國家 對於發達的國家 就是有錢的國家 其實他們都不是表現出色 比如說以前都會說 有錢的國家要拿每年一千億美金 每年一千億美金 你幫助窮的國家 去改善這個碳排放的問題 幫他們解決問題 但是美國歐盟又不肯出錢 他們不肯拿錢出來搞一個基金 去幫忙這些窮的國家 這些發展中的國家 所以自然就是勉勉強強 談出一個公約 具體目標就沒有什麼達到的 明年年底就會在埃及開會再談 剛才說的對印度來說 也不是這麼公平的 印度中國都是接近14億人口的大國 一般估計這兩三年 印度人口可能會稍稍超過中國 兩個國家都沒有什麼石油 沒有什麼天然氣的 還有很多煤 這些給14億人燒開煤 你叫它不燒煤 那真是很難的 甚至你就算它真的不燒煤 改燒天然氣 那煤的價格就會大些 天然氣的價格就會猛脹 中國其實過去十年都有採取這樣的措施 譬如大家都知道 廣東就和澳洲買天然氣 福建就和印尼買天然氣 在克里米亞有戰爭的時候 趁機和俄羅斯壓到價 簽訂長期的30年的和俄羅斯買天然氣的合約 只要中國都希望減少少煤 燒多些天然氣 就乾淨一些 但是都不是容易做的 有價錢的問題 又慢慢改變的問題 到了今天 中國能源方面 門炭都還佔百分之五十七八 所以知道它的困難 具體來說 大部分國家都不肯 多出一分力 不肯多做承擔 勉勉強強 總算有個格拉斯哥氣候公約 拿出來 也算不太難看 最緊張的當然就是 在印度洋 南太平洋的小國 比如說 馬爾代夫 香港人比較熟悉 那這些小國 都是一些 一些島嶼 很小的島嶼 或者群島 那這些群島 都是很平衡的 如果氣候變暖 海洋的水平 升高幾呎 十隻八隻島 它可能真是滅國的 就好像這些 馬爾代夫 附近的那些小國 馬趙爾群島 Kiribati 南太平洋 Valuatu 根本就可能整個國家 不過他們的國家很小 有些幾萬人 有些幾十萬人 可能整個國家要找地方搬 他們就最緊張 就好像馬爾代夫國家代表 氣候上升兩度攝氏 或者上升1.5度攝氏之間 很可能就決定我們的國家的存亡 他們當然就非常緊張 大家都理解到 這些事情 還沒有燒到眼眉 大家都明白 都很重要 但是就不肯做犧牲 不肯做承擔 於是結果還是有限 目標大家都承認 要多做些事情 限於氣候上升 要限於攝氏1.5度 但是怎樣才達到這個目標呢? 基本上就要等明年 年底去埃及再談 OK 好啊 我知道我在這裡聽 做筆記 好 可以了吧 是啊 好啊 好 各位朋友 大家都知道 星期二 北京時間 星期二早上 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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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14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获得真实资讯